付出惨痛代价的包括这四名死刑犯子已经在上周扶法 那么当然很多人认为法务部长这个曾永夫恐怕压力很大 的确在今天呢他接受了访问 不过他强调呢 如果一切按照这个法律来走就不会有压力 至于有部分的死刑犯是主动求死 叫他不要再拖了 部长则解释 所有枪决名单是谨慎考虑之后才执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个人意愿的影响 牵下四名死刑的执行令 保护养曾永夫终于出面 要把程序讲清楚 人命关天 我们特别的审慎 但是审慎审核之后 当然我们还是要依法处理 那么这段时间外界给予我们一些建言 那个人认为呢 我们都会尊重 而且在参考 当然个人并不认为 它是一种压力 强烈立场跟刚上任一样 不会改变 就算有压力 只要依法行政也会继续做下去 至于下坡死刑名单没有时间表 但是部分死刑犯主动求死 部长也表示不受影响 我们并为考量的原因理由之一 所以他们自己如果有显示说 想要竞速枪决的话 我们还是要照原定程序 从4月30号四名死刑犯接受枪决之后 房部长曾永夫就备受压力 但他挺着身子硬起来毫不畏惧 没有压力 人称永北的外号 果然不是叫假的 中文新闻 林郑宏理事会台北报道